这个事情呢 就是对于赵华琪的家人来讲 他的亲友来讲 或者支持他这个案件来讲 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 因为要改变一个已经定案的 因为要改变一个已经定案的 这个二审的案子 真正的案子是不容易的 非常不容易 不要说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 也就是在美国也是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所以我很同情很理解他们现在的这种煎熬的心理 但是要改变中国的 或者是不要说是改变嘛 就是中国的这种文明的起步 法治的起步 不是一些理论 不是一些政策 有时候就是通过一个一个的案件 来让人们对中国的法治 抱有一种信心 正是因此呢 我也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努力 为他的 赵华琪也好 王庆林也好 继续伸说下去 最终让新的领导人 能不能看到这个案子 然后改变现在 看起来有存在严重问题的 至少是非常粗糙的 没有给被告成分机会 辩护机会的这么一个 一个案子 不过何必讲的重点 希望陕西这个千亿煤矿案 到底跟中国司法之间 民事诉讼 刑事诉讼方面 还有关于这个私人产权的问题 是不是能够得到司法 更得到进一步的这个伸张 我们今天呢 这个我插一句啊 这个赵平凶啊 对 其实这个案子 我说之所以复杂我头大 其实不是说后面打下来 关于从这个产权保护 这个到容易 关键在一开始 我就认为那个勘察院本身呢 设了个套 他呢就是想突破 这个一些原来的一些政府规定 想突破这个东西 然后呢 他想借助民间力量 后来呢 这个东西被叫停 叫停后来又通过政府的力量 这个案子就等于在做过山车似的 电三倒四 在我看来就是 其实就是国家在转轨期间 时候过去一些规定 可能未必合理 但是突破他也是可以合理 问题在这个案子呢 被碰上了 这个企业家肯定是无辜的 就是他当时签了这么一个协议 他的产权应当受到保护 可是问题假如说 这个部门就是跟你签协议的部门 如果他是了解这方面政策 他一开始就有一个模糊空间 这个空间呢 就是说也是合法 往前走改革是可以合法 但另一方面呢 如果要从严说他又不合法 但是这个 所以就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让你头大了 好 谢谢俊涛的补充啊 这个随着二十大即将来 我们今天讨论了 其实很多人事的问题 包括陆浩 包括王小红 包括潘月 那一文跟这个军涛也做了很多的这个说明 我们北戴尔会议马上要登场 那跟二十大之间关系习近平的作为 还有包括我们这次讨论的民主自治区的这个这个取消与否 还有包括行政法文法到底习近平会不会做 我们随着二十大来临随着北戴尔会议的来临 我们这个中文就会做更多有关于详细的 有关于二十大的人事跟政策的政策的分析 谢谢冯盛平 谢谢邓一文 谢谢王金涛 谢谢何平 也谢谢所有民进观众 对我们的支持跟长期的关注 以及转发个按赞 再次谢谢也谢谢大家观赏 我们这一期的这个中国人就到了高级段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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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下的比较早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感谢